小朋友们,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小熊不刷牙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故事是什么样子呢 好了,有一只小熊非常的不喜欢刷牙 它每天做梦的都在想 我要怎么把牙刷和牙膏消灭掉呢 好,有一天又到了睡觉的时候 妈妈让小熊去刷牙休息了 于是帮它挤好了牙膏 小熊把它带到了厕所想 嗯,我今天不想刷牙 我明天多刷一次 这样子就没有关系了,对不对 于是呢,它把它的水龙头开到了最大 把牙膏冲走了 好,小熊呢,这个时候就躺到了自己床上开始睡觉了 突然,它感觉到 嗯,我的嘴巴怎么有点奇怪呢 它赶紧拿了一面镜子对着一看 哦,天哪,我的牙齿到哪里去了呢 好了,我们来看看 它的牙齿不见了 它的心里是很开心的 它赶紧找到了它的朋友,小兔子和小狼 它跑过来对它们说 你们看,我没有牙齿了 从今天开始,我不用刷牙了 哦,可是狼和兔子很奇怪 赶紧指着小熊说 小熊,小熊,你没有了牙齿 你就不是小熊了,对不对 哦,小熊想 嗯,也许你们并不理解 我再去找一找别人 于是呢,小熊赶紧跑过来 找到了啄木鸟 好了,它对啄木鸟会说什么呢 它对啄木鸟说 啄木鸟你看,我的嘴巴里没有牙齿了 从今天开始呢,我不用刷牙了 啄木鸟说什么呢 啄木鸟说 小熊,你没有了牙齿 你就不可以吃东西了 你也不可以大笑 还不能喝水 嗯,这个怎么办呢 哦,小熊一想 天哪,是这样的吗 它赶紧回到了家里 妈妈在桌子上准备了非常多好吃的东西 有面包,有牛排,还有蘑菇 哦,小熊看着这堆好吃的东西 可是,没有牙齿,它完全吃不了 这可把小熊饿坏了 它自己一个人躲到了草地边 嗯,非常的伤心 它流下了眼泪 想,我的牙齿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呢 我以后一定会认真的刷牙的 嗯,一只猫头鹰听到了小熊的声音 它飞了过来对小熊说 小熊,你想要找回你的牙齿对吗 小熊说,是的 猫头鹰对它说,那找回了牙齿呢 你一定要记得好好刷牙 你现在快回去睡觉 等你醒过来呢,你的牙齿就找回来了 小熊赶紧回去睡觉了 等它醒过来呢 哇,你们看,它的牙齿就又长出来了 哦,从今天开始呢 小熊又学乖了 每天都和自己的爸爸妈妈一起认真的刷牙 好了,小朋友们 为了让我们的牙齿不消失 我们可以吃好吃的,所以我们每天也要认真刷牙,对吗 好了,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